在最近审理和公布的古开来 王立军和薄熙来案中都或明或暗的提到了 博古二人的独生子薄瓜瓜 特别是28号中共对薄熙来宣布 党内即行双开合移交司法处理后 中共是否引渡目前隐身美国的犯罪嫌疑人薄瓜瓜 备受世人关注 外界认为引渡薄瓜瓜对惩治那些 把财产和后代转移到海外 自己却在国内为所欲为的中共贪官有好处 也符合法律规定 不过引渡高官后代在无关不贪的中共社会 似乎还行不通 在古开来杀人案和薄熙来涉嫌 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的指控中 薄古二人的独生子薄瓜瓜都是涉案嫌疑人 因此他是否会被引渡回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江港明报》引用评论人士的分析说 中国与美国还没有引渡合作 未来中国可能提供司法协助程序 尝试将薄瓜瓜带回中国 原大陆历史学教授刘英权分析指出 在中共公布的材料中 古开来因为薄瓜瓜杀害英国商人海武德 王立军因不愿被薄瓜瓜招之急来 而得罪古开来 薄熙来案中又一次提到 涉嫌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刘英权说 因为在审理谷开来案中没有提及经济犯罪 这个所谓的家人又一次指向薄瓜瓜 也就是说薄瓜瓜是涉及到了这样的刑事犯罪的 这样的重大的问题 如果涉及到了一个重大的案件 特别是涉及到了海武德杀人案 和国家的巨额的资产的洗钱案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刑警 让薄瓜瓜引渡回中国去 不过刘英权认为 胡文席可能不会走出这一步 薄瓜瓜上周六在社交网站Tumblr上发表声明 为薄熙来受到的指控名冤冤教区 如果薄瓜瓜就是像现在这样 为他爸爸和他妈妈名冤教区 编导士兵 贵小李白 为他爸爸妈妈这两个罪犯 在这里名冤教区的话 我想呢 倒霉的是他自己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附近啊 把他引渡回国受审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也认为 出于对整个利益集团的保护 中共不会开引渡高官子女的先河 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呢 我认为呢是一个进步 我们知道王子犯法与蜀民同罪 不能因为这红三代跑到国外来 把自己引过来就可以回货了 自己的父母在国内当罗官 万一犯了罪 自己受到了惩罚 儿女呢也没事 如果这样的话呢 不便于中国城市贪官无力 大陆律师张慧指出 从法律角度来看 薄瓜瓜涉嫌重大刑事案件 应该引渡回国 不过薄瓜瓜在人们心目中 只是一个花花公子 成不了气候 中共可能不会花大力气去引渡他 张慧说 整个案件政治色彩很重 不能单从法律的视野去解读 房子犯法与民同罪 中国是没有这个理念的 薄瓜瓜这个事 他有天命发动全身的这种感觉 100个官员你可能60个以上 死你都在国外 薄瓜瓜引渡回去 那你说在澳大利亚最豪华的这个海滨 买的这个最豪华别墅的 大家都知道的 他的钱从哪来的 薄瓜瓜五月份从哈佛毕业后 仍然留在美国 虽然中美间并未签署引渡条约 但他也不符合美国的难民申请资格 他未来的去留引人关注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由于担心涉嫌各种腐败指控 薄瓜瓜已经放弃从波士顿回到中国的计划 《每日邮报》还引述一位薄瓜瓜熟人的话说 薄瓜瓜受到惊吓 目前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谢谢大家